好的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的是 本次奥运魔女赛女子团体的同排赛 现在根据赛程呢 双方的第二场是第一单打之间的对决 那么第一单打呢 在三团这边呢 是消球手刘飞 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飞字呢 是个多音字 可以一样 可以念一声 也可以念三声的赏声 那么跟他本人合对过 是念刘飞 那么今天他的这个对手呢 叫徐毅 这个徐毅啊 是由于之前啊 这个七团当中呢 是消球手舞阳 来自山西的舞阳 但由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腰伤 所以P卡呢 是替换了小将徐毅 徐毅呢 是05年的小将 去年年底呢 刚刚进入到国家二队 看看这场功效大战啊 对于这个15岁的小将 应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徐毅呢是来自山东 是山东海洋人 海洋我们都知道 曾经是办过亚沙会 先从这个山东省的海洋 乒乓球基地开始训练 后来到了烟台 随后呢 进入到山东鲁能俱乐部 那么在这个少年比赛啊 也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 在去年的年底 也就是八选一 这个PK赛当中呢 是获得了第一名 进入到国家二队 应该说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选手 也是重点培养的小将 好的 萧中放攻 今天的对于徐毅来讲呢 面对的是 这个萧球的名将刘飞 刘飞呢在本次 单打赛当中 他是杀进了八强 好的 防守还是非常稳健 在反萧 实际上打萧球呢 对每位乒乓球选手 来讲呢 都是一道课题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在我们中国乒乓球男队当中的 许新 女队的孙颖莎 这都是 打萧球的顶尖高手 可以说是萧球克星 刘飞呢 主要还是旋转的变化 那么这对于 年轻的小将来说呢 就是你对旋转的 这个判断和认识 连续的反萧 而且面对萧球是绝对不能急躁 一定是 首先呢要有很好的 正手实力 另外呢就是前后左右的调动 对于旋转的判断 包括还有足够的耐心 这段时间我们看小将习义 还是失误比较多 这个就是打萧球 对于年轻人的考验 一旦要是出现失误之后 可能会着急 相当的稳健 再进销逼角 我们看这一分 徐毅还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与刘飞周旋 不急不躁 打萧球呢 你一定要做好每一分 都是持久战的准备 这次我们看习义呢 他自己的发球 也是用了一个发球抢攻的战术 但是面对萧球呢 你如果 你的正手实力 不是太强的话呢 无法形成砂板 这是一个发球变化 迟一发球 刘飞的局点 大家看刘飞这个 销球的基本功很扎实 漂亮 一看你回球 在这个年龄段 05年应该说 习已经是很优秀了 这是刘飞的一个发球抢攻 这次呢连续的追身 连续两板追身进攻 刘飞的步伐呢 调整有点慢 还是在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失误 就是这种连续拉的能力 当然对进攻一方 体力的消耗也比较大 其实小将徐毅呢 就是在同年龄段的选手当中 他的力量是比较足的 好的 漂亮 那么这次我们看呢 这两板进攻啊 不仅有节奏的变化 还有线路变化 就是快慢 轻重快慢 还有结合线路变化 这样呢 就是打起来呢 就比较聪明 好吗 对 好吗 好吗 5比3 大家看就是刘飞他这个销球啊不仅是基本功扎实 如果你没有绝对的砂板实力啊 你很难去拉穿他 所以是相当的耐磨 有韧劲 另外呢就是他的销球啊旋转有变化 如果不是对这个旋转呢判断特别准确的选手的话呢 面对刘飞啊是比较头疼 突然加力 好的反手撕一板 但这个就是连贯性 其实习义还是动脑筋了 就是他的想法还是不错 但是呢你执行起来 跟你的想法可能有差距 这还是就是自身事物太多 对小将徐义来讲呢 这是成长必经的过程 9比3 杀大脚 再加转 一个擦网 好的啊 哇 这板房的真精彩 所以习义呢也是 作为05年15岁的小将 应该是没有任何压力 就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然后呢通过这个比赛来找到自身的不足 嗯 反攻一板 刘飞10比4 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来 刘飞10比4 5点 漂亮 这个就是说11比5 这样刘飞呢是2比0领先 也就是说你当你遇到对方如此顽强的防守 你经过这个多板 甚至是20板 你依然无法拿 无法拿下这一分 习义上来 发一个偷偿 1多 2 1 又是拉丘下网 如果有强烈的下旋 你就要小心下网 其实目前看 就是徐宇他这个意识还是有 他也是看长短 长短结合 然后左右调动 打消球这个意识还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目前呢 毕竟还小 单板质量还不够 还有就是你对这个 要暂停了 从整个稳定性也不太够 不过从这次比赛 王一迪打消球的有进步 好的 漂亮 这个就是一个弹网 现在徐宜这个长短结合还是有 但是节奏的变化不明显 就是说你如果用同一个节奏 同一个速度 那么刘飞正好可以对上点 这板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反手 刘飞这个消球一个微小的动作变化 6比3 这没有关系 其实这场球我们也说过 对徐宜来讲 那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侧身 这几板的刘飞都扛住了 好的 我们看刘飞也准备来一个发球抢攻 徐宜追到了5比6 就是这一局通过前两局的实力 实际上小将徐宜在这一局的表现 已经有明显的好转 去发球抢冲一板又是出界 打消球呢 实际上消球它是一个防守型的打法 又通过非常稳健的防守 造成对手的失误 也就是说进攻一方 如果失误多 那这个消球手呢 是最欢迎的 也就是他们的战术奏效 如果进攻一方的这个失误能控制好 那对于打消球来说呢 就比较有优势了 这球可惜 又是放短球不过 这次呢 又是准备放一个短球线路 这个就是小将啊 他需要慢慢总结的地方 主动的失误要尽可能减少 好的 刘飞10比6 又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同样的也是这第二盘的盘点 刘飞我们介绍过 在本次的单打比赛表现是不错的 作为消球手能刷进八强 连续的 反手远销 这样呢 11比7 刘飞呢 就直落三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